大家好 又很高興來到CC的頻道 今天又是時間跟大家分享葡萄牙的新聞 最近有個沸沸提騰的新聞 我之前也有透露過 關於有一位從Ukraine來的男士過境時 在機場被毆打身亡 因為男士發生的事情 最近這兩星期他們都是上局 在法庭追溯三位人士的責任和罪咎 判了案 這三位人士亦要坐牢 移民局過境時看到我們查護照人員 SEF管理辦公室的經理辭職 上個星期二的名字是Joy Attired 當新聞爆發出來時 他們看閉路電視的錄影 沒有任何痕跡 說這位人士被毆打 或是Mistreatment 即是被不公平的對待 因為他這樣說的時候 可想而知 明顯地說謊 或是有隱瞞證據 上週二是辭職的 然後這位 Minister of Internal Affairs 即是內部管理人員 叫Alvado Cabrita 他亦都在政黨開會上發表 因為關於這位很不幸的人士的死亡 將會重新對於我們 SEF 即是這個移民局重組 政黨PSD 以及另一位 政黨PSD 亦都是 詢求他們這個移民局的人士的拭目以待 因為我們經常都聽到SEF 因為關於移民局的事情要扮演 例如我們搞黃金簽證 有一件案件 這個人士叫Ilo Homineuk 他是一個受被害者 他告訴這三位 SEF的inspector 嘔打 但他們的手控是first degree murder 亦都說是牽連到12位其他officer 裡面的involvement 9月過月之後 很多入面的移民局的人士 亦都是不利的新聞 很可惜 發生這件事 下個星期就說回 我們剛才說到SEF 下個星期 SEF是會罷工的 政府說會警察去A場 因為下個星期 我們的移民局是會罷工的 Internal Affair Minister of Internal Affair Avado Capita 他也說已經叫了旅遊局 特別小心 一定要用保安去維持這個秩序 下個星期 就是當他們罷工的時候 當他們這個移民局罷工 會真的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影響到機場 很多遊客 寄了信去移民局 經濟和夏天的運行 很擔心會真的影響到生意 在機場上5時 一早5時到9時 會罷工 由6月1日到15日 他們是會罷工的 月中 他們決定了罷工 在Madera的一個島上 Madera是很有名的遊客區 亦會影響到機場的生意 波濤就沒有事 是不會有罷工的影響 當然 Seth 移民局 他們是非常被批評的 最近這個新聞 真的是負面的新聞 在他們來說 最近很多英國的足球迷 來到波濤 很多很多 因為在Chelsea 和Manchester United 有一個比賽 去到波濤比賽 有非常多的擁等 去看波濤 有很多是無非的 他們也來到波濤 真的發生了很多影響 亦都去搞事 搞到葡萄牙的本地人 都非常不高興 其實我也聽到 我們周圍的葡萄牙的朋友 都對此事 是非常不高興 亦都對於英國人 很有反感的印象 很多這些英國人 去到我們 那個波濤的場地 是沒有戴Mask 是周圍亂走 真是 喝酒 紳士 撩士鬥飛 其實政府 想著可以 邀請到那麼多英國的粉絲過來 就可以對他們經濟有影響 經常都是這樣的 葡萄牙的禮物就不停地改 由於一個遊客身份到來 8個飛機來到葡萄牙 帶了幾百個粉絲 在一天之內 帶了過來 很多人很開心 因為他們過來花錢 但沒有猜到 他們會喝這麼多酒 甚至會 利用士鬥飛 或者擲椅子 去圍壞地方 賢言合會的總理 就出來說 其實這些經驗 真的不是帶了很多生意 其實很多地方 十點半就要關門 因為有房間 這些人會 遼士鬥飛 搞到這些暴頭 仍然都會歡迎 遊客過來 我們這個國家 今天說到足球了 我們的Banfica 總理叫做 Louise Philippe Vieira 是一個很有名的人物 他最近 被發現 他是 中了 Golong Virus 亦都 他是沒有任何 跡象的 發現 有其他人 都是受到感染的 最近 我們葡萄牙的疫苗 就 不停地開始 就上升了 那個 比率 亦都很快 開始 下個星期 將會 開始 50 至到 或者 40 至到 50 的 歲數 人士 每個星期 將會 減少5歲左右 所以 他很快地 將會 全國 大部分 人士 都會 受到 疫苗 這是個好消息 希望大家可以安心 去旅遊 今個夏天 來到我們葡萄牙的國家 好了 這次說到這裏 再見